其實蘇如虹的見證 你上網看都有好幾個 還有好多其他的 即是他嚴重到怎樣呢 他小時候想過很多次 因為他爸爸經常跟我說 我要和你同歸一場 那家裏有火水又有刀 他就想過如果我爸拿火水我就拿刀 還有想起怎樣砍他 即是他小時候會想這些東西 還有他睡覺就站在床前去揍他 即是會去到這樣的憤怒的情況 因為他實際上 真的時事家裏是沒有靈日的 時事都是罵啊 經常都是把錢拿走 甚至他媽媽死的時候的白金 他拿去賭錢 即是這個是一個非常之很有困難的家庭 但是蘇如虹很大的改變 他上了耶穌之後呢 他聽到神的話去搖書 他真是祈禱 而耶穌就告訴他 其實你爸爸是一個很沒有自信心 很自卑 很不開心的人 就令到他接納他爸爸 其實他是很需要愛的 他沒有愛所以他會這樣對他們 那他就一步一步去搖書 那這個呢 其實在我教導之間也有說過 怎樣能夠搖書呢 看出那些傷害我們的人 因為那些傷害我們的人 是被人傷害很多次 那蘇如虹又收到神的訊息 就是說 你要去看出你爸爸 因為他是很孤單的 那他也是在祈禱 那在另外的見證 有說到怎樣呢 他爸爸有一些咒罵 但是他就說一些祝福的說話 就和說到耶穌祝福他 那他爸爸罵他 但是他的心就說 耶穌喜歡我這樣做 因為為主受迫白的人是有福的 他一直這樣去做 直至到他爸爸有這個癌症的時候 在醫院他就帶了他爸爸去順主 但是那個過程其實很多次 他爸爸是皺麻 是對他很差的 但是他依然是堅持對他好 那這一樣的經歷就是他裡面有這個更新 在我自己心裡也試過的 因為我父母離婚之後 家裡真的有很多打、罵 我亦都曾經就作 亦都曾經在心裡想 怎樣去報復 但是當我順主之後 神就幫我一路一路去處理 能夠完全的嚴恕和祝福 我希望大家在今天的信息都會反思 我們裡面有沒有一些怨恨 有沒有說那些人這麼壞 那些人都不好的 希望我們真是在心裡清除這些 所有負面的東西 真是靠著耶穌去處理 來得盛 其實我們的教會很特別 我希望大家珍惜 第一我們是有聖靈的充滿 第二我們有聖經的教導 我們都不是有些 因為有些靈一派 他們是比較偏激 和注目在邪靈那裡 就不是注目在神的身上 和有些很多的教導 是聖經沒有說的 我們是著重聖靈和聖經 也是處理生命 我來到這個教會 我是很願意去幫助整個教會更新 我希望大家真是珍惜 在我這短短的時間 在這個教會裡面參與更多的時候 當我知道教會裡面有些問題 我立刻和所有的家長 和計劃隊聚集 去處理 一次一次的處理 而我們昨天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昨天我們有什麼突破呢 我們請他們兩個兩個 兩個兩個 去講一些他以前有的傷害 有的痛苦 有的困難 對方就不是教他 只是回應 去關心 去體恤 接著他們回來 那個感覺是非常好 因為以前好像有一個距離 現在覺得近了 感覺到真的可以 聽到對方的心聲 原來當一方打開他的心 而另一方回應的時候 是可以真的帶來一些折立 因為有時候人好像 沒有把自己的困難說出來 所以人家就很難去關心他 很難去回應他 一會兒在我講到之後 我們唱一首詩歌之後 都會給你一點點時間 你找一個 你覺得關係沒有那麼好的人 分享一些困難 讓他為你祈禱 分享一些內心的重疤 讓他為你祈禱 這可以衝破一些關係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靠著耶穌 我愛弟兄姐妹 我愛神的家 神又會怎樣 神又會很歡喜 我們做什麼事 我們想神歡喜 神歡喜 你什麼都行 神一定會凡自祝福 我希望大家同心見到 這個教會 就是這樣 人都不好 我隨時隨地都可以失蹤 當我們在這個教會 看到這個教會的長處 這個強行 我們就說 神我要衛生這個教會 我願意付出代價 神就起完了 有些人永遠都沒有停留在這個教會 這個喜歡去 這個 一會兒去別處 一會兒去別處 永遠沒有衛生 但當我們衛生 我是衛生想建立這個教會 我希望我們一起衛生 當我們衛生的時候 這個教會可以改變的 可不可以 我們一起宣告 我們可以委身這個教會 我們可以委身這個教會 我們可以建立這個教會 我們可以衝破任何困難 我們可以衝破任何困難 我很深信靠著耶穌可以衝破 當我初初聽到 這個教會有些問題的時候 有些困難 當我聽到我的信念就是什麼 靠著耶穌 只要雙方都是愛耶穌 一定可以衝破 那我就帶領他們去處理 首先我跟他們處理 然後帶領他們一起處理 真的衝破到 因為他真的有信耶穌的心 只是因為心裡有些不明白 不能夠有好的溝通 於是心中就有些阻礙 但當他們真的有愛主的心 是一定可以衝破的 是不是 只要我們真心愛主 有沒有困難可以阻止我們向前 有沒有 是沒有 一定可以向前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什麼都可以衝破 好了 我們首先認識 人未信主之前的狀況 因為有很多人都是帶著 未信主之前的狀況 活到今天 以復所書二章二節我們一起讀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 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甚至現今在撥翼之子 心中混行的邪靈 這裡說給我聽 未信主的人是什麼光景 是什麼光景呢 那時候你們的行事為人 是隨從今世的風俗 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這個空中掌權的是誰呢 就是在撥翼之子心中混行的邪靈 就是那些不信的心中 是有邪靈混行的 從前 你們都是被這些邪靈掌權的 現在今天你離開了邪靈的勢力 你有耶穌基督 但我們問一個問題 到底信耶穌的人 有多少脫離這些魔鬼的勢力 從前是這樣 到底信耶穌的人 是不是個個都脫離這個勢力呢 我相信大家都說不是 因為有很多人是給很多的 憤怒啊 不饒恕啊 對抗啊 懶惰啊 不愛主 不愛教會是影響的 好了 左手邊這個心 不信主的人有邪靈混行 右邊這個心是軟弱的基督徒 到底軟弱基督徒是怎樣呢 他有多少被神作王 你問一下自己 我有多少被神作王 我是耶穌作王啊 還是耶穌只是口頭上是我的主呢 還有有多少被魔鬼留地墓 有多少會生氣人 不肯放下 不肯放手 心裏面有軟弱有懶惰 不肯對付 當我們是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其實跟民訊的時候 分別不是很大的 好像蘇如河 他就是刻意處理 很重要的事情 刻意處理 他才能夠改變 我希望大家今天是刻意處理 好了 當人處理的時候 他被罪控制 很多樣的罪 憂鬱都是罪來的 憤怒 看小人 貪錢 口出不好的言語 驕傲 講閒話 你有沒有講閒話 你有沒有 有時跟弟兄姊妹講什麼 講誰是壞 誰做什麼不好 我們凡人所說的閒話 在審慨的日子 必要句句公出來 因為要憑我們的說話 定我們為義 也要憑我們的說話 定我們為罪 任何的閒話 我們真的未講之前想一想 耶穌要將這句說話 供出來的 我曾經有過這樣的意念 有一次神給我的意念 我們現在是否看到屋頂 我們現在在這個時候活著 有屋頂 但到日子 我們會翻回這個光景 有一天會翻回這個光景 但我們天花板沒有了 上面有誰呢 有神 和所有的天使 我們在心裏想什麼 我們在世上每一個時刻 所有做的事 你在電話說的事 雖然有屋頂 但到時 屋頂沒有了 有神 和所有天使 和所有的人 聽著你在電話說 人的閒話 你受不了 那時候 原來我說了這麼多閒話 你就求主射臉 那你現在不要說了 你知道今天就停止 說任何的話 你都想著這個人 如果聽我說的話 他會不會覺得我是忠肯的 還有我是不是傳播 不需要說的閒話 那個人有罪 我是不是傳播給所有人聽呢 他有罪的時候 我們去找方法幫他 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我時時的心裏 一留意到自己有什麼問題 我立刻就會留意 我立刻會處理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態 好了 順主之後 可以有什麼更新呢 我們一起讀詩篇 第一篇第二和第三節 為起我而有的律法 就你的思想 這人變為有風 他要在一火樹災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止 也止一日枯乾 凡他所做的 盡都順利 這是基督徒有一個很大的資源 就是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 是充滿愛 充滿能力 充滿智慧 充滿如何處理 一切問題的智慧和方法 當我們真的看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入你的心 我希望大家看聖經 不要水過鴨背 而是真的用心去思想裡面的話語 還有一個很重要 在聖經裡發覺 神是一個多好的神 你都發覺我們是多麼寶貴 還有發覺 我有多少東西未被改變 求主耶穌幫我們改變 當你願意這樣處理生命 去留心看神的話語 你的生命就會改變 其實呢 我有很多經文我記得 有些是我刻意念的 有些不是我刻意念的 因為我看了脈去想 我就記得那個經文說什麼 我也希望大家喜歡神的話語 今天如果你能夠來到查經 下午的時候 學習 我不是只是跟你查經 我是教你怎樣查經 教你以後怎樣查經 也都教你一些簡單的希臘文 簡單的 很簡單簡單都不得了 怎樣查希臘文的意思 讓你可以查到一些字的意思 當你去這樣學 還有你查完今天的經文 你會記得那個經文說什麼的 因為我時時用心 所以我記得經文裡面說很多的說話 當我們時時去就夜思想 不只是聽了神的話語 這個圖呢 左手邊說 不單止是讀聖經 而是多思想神的話語 就夜思想 者人便為有福 祂要穿一棵樹 再災在溪水旁岸時候 結果子 祂就時時有果子 葉子也不枯光 凡他所造 祂盡都順利 祂的生命就盡都順利 神就會祝福 所以我們第一改變 一定有神的話語 第二就是神的關係 尤罕福 十五章五節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裡面的 我又常在他裡面 此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你也說 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人又不常在我裡面 就像枝子 雕在我面枯乾 人神起來兵 我們先了 耶穌很清楚說 是在我裡面的 我就常常在你裡面 這個人就多結果子 所以基督徒的生命 一定是要跟神結練 就夜 多謝耶穌 讚美天父 經常想到神 神你都跟我們說話 神會提醒你 你剛剛罵完人 你剛剛說完閒話 你一直想 一些人的不好 神提你的受 我們怎樣跟他有關呢 就回應了 主耶穌教你射臉 我願意聽你的話 我願意信服你 那就是活在耶穌裡面 有些人口頭活在神裡面 他查經查了很多 不過呢 到時也有罵人 那時候 他是沒有被耶穌改變的生命 希望我們都時時跟神相加 時時無論走路 乘車煮飯 在洗手間什麼都好 經常都想著耶穌 多謝耶穌 神就會提醒你 神給我很多好的意念 這個輕鬆得性 應該很快會引出來的 裡面有很多的教導 都是我神去提醒我 神去指點 我怎樣去改變 真的 我聽話 一步步提升 我很多的教導 都是從我個人的生命 怎樣應用聖經出來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將聖經應用在我的生命 時時給神向我們說話 我們回應神 好了 聖經講到 那些人不在耶穌裡面 又怎樣呢 他就好像枝紙雕在外面 枯乾 那些枝紙掉下來了 乾了 乾了 他就在火裡燒了 如果一個人不是常在耶穌裡面 跟耶穌沒有關係 是可以不得救的 是可以不得救的 所以這個 是非常嚴重的 譬如有時有人病人 我們帶他信耶穌 不要這樣說 你信耶穌就肯了 祈禱認罪 耶穌就赦免你了 這個是真的 他是真心 不過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心 所以如果一個人是臨終 我們有機會跟他傳訪 一定跟他講清楚 我們的罪可以叫我們去地獄 耶穌為我們付出罪的代價 是很大的愛 你願不願真心知道這些是錯的 我要求耶穌射命 我真心知道 我需要耶穌做救主 耶穌千萬帶我去天堂 千萬不要丟我去地獄 心裡面有一種真心悔改的心 以及拔著耶穌 知道耶穌真的是他的救主 這樣才能夠清楚得救 不是口話 其實我想說一件事 你看我口沒有出缺字這個字 聖經沒有說缺字的 其實聖經說什麼呢 當我們死在罪惡過分的時候 神將我們活 叫我們活過來 是神更生我們的 但是那個人是會回應 神更生他的時候 他就會悔改 他會信主 人是會回應 但是不是他缺字所以改變 而是他聽到神的話 神在裡面動功 動功之後 他回應神的感動 所以很多人去舉手的時候 他的心已經改變了 因為有幾個人在報道會信主 舉手 有幾個人 或者有人叫你信主 你跟著我願意信主 有幾個 你有沒有發現 你心裡哆哆的軟 很想相信 然後你又說 我願意相信 其實你哆哆的軟 很想相信的時候 已經改變了 那時候是神做工 你有沒有發覺 是神做完工 然後你回應神 所以不是人缺字 是人信主 但是人信主 一定要跟著他改變 是跟著去順從神的 神裡面有無限的恩典 這些圖 那些恩典一直傾下來 當我們親近神 那些恩典就會傾下來 還有我們有聖靈提醒我們 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 希望大家記得這個經文 這個經文也會提醒我們 有些人說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得救 我就告訴他們 如果你有這個情況 你就得救了 是怎樣呢 他多久了 就要叫世人為罪 為義為神 盼自己 集負自己 當你犯罪 有沒有覺得不舒服 你覺得不舒服 你想耶穌赦面你 就是聖靈在你心中提醒你 就證明你是得救 有些人說 我不知道我是否得救 這個經文是一個我們可以用的經文 很容易記的 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 八二十六 記不記得 八二十六 十六章 隨意就是八 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 就是說到聖靈來到叫我們 為罪為義為 審判自己 集負自己 有聖靈的感動 這個呢 有聖靈的感動 責備我們 這個就是證明 我們是得救 另外一個經文 是光隆多前書十二章三節 如果不是聖靈的感動 沒人能夠稱耶穌為主 這個經文就是 凡是稱耶穌為主 都是有聖靈感動 光隆多前書十二章三節 這兩個經文是幫助人 怎樣稱呼自己得救呢 你真心會悔改 你真心會支除 你又會稱耶穌為主 拔著耶穌 就證明你是得救的 好了 我們的更新是聖靈的提醒 有幾個人有聖靈提醒我們 請你舉手 有幾個有聖靈提醒我們 凡是得救的人 一定有聖靈提醒的 那個問題 你會聽話 有幾個你會聽話的 舉手 有幾個會聽話的 咦 這麼小手的 提防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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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幾個人說 我有時聽話 有時不聽話 那又怎樣 我們知道不聽話的時候 聖經說什麼呢 信著情慾殺種的 必從情慾收敗壞 耶穌在約翰方五章十四節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厲害 因為犯罪被魔鬼留地步 如果你說 我都是貪愛那些東西 我是貪愛那些東西 我喜歡港人壇碼 我們知道這些一定會破壞的生命 你會不會 你會去吃飯 又找地上的泥沙 又放一碗飯 一邊吃 又加一些泥沙 或是去完洗手間 又不洗手 在那碗飯 那裏 又吃 會不會 你會不會吃飯 又加一些東西 吃飯又加烏鷹 好嗎 我們不會的 我們信耶穌 就不要加一些不好的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 就會破壞我們的生命 希望大家其實是會破壞生命的 聖靈提醒就聽話 那你就是神所喜悅的人 神就會祝福你整個生命 我們都學耶穌的生命 耶穌說 我心裡柔和謙卑 你們當負我欺 學我讓識 只要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馬太十一章二十九節 這裏說到耶穌很柔和謙卑 你負耶穌的欺 就是做耶穌吩咐你的事 包括侍奉 侍奉可以就是關心人 對他們表達愛 幫助他們 為他們祷告 這都是負耶穌的欺 學耶穌的樣式 很重要是學耶穌的生命 學耶穌的生命 不是掌胡蘇 是可以掌胡蘇的 學耶穌的生命 學耶穌那種柔和謙卑 關心人 接納人 耶穌看到那些很差的人 只要他的心是想尋求耶穌 神就對十二年血流的婦人說 女兒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 他對於尋求的人 是永不拒絕 在這個聖殿 那個碎吏 在那裡扔心口 開恩可憐 那些罪人 耶穌就說 這個人回去倒算為宜 給那個犯罪人倒算為宜 耶穌是接納任何一個人 我們就學 接納任何一個 他真心尋求主的人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這樣回應神 那你的生命就被提升了 看到很重要是 裡面存著神的生命 於是就是這種善了 盧家福音六章十五節 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 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 就發出惡來 因為心裡所存的口裡 就說出惡來 就是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 什麼善呢 就是神的生命 神的生命在裡面 他就會存著善 他就會流出來 他就會發出善來 但我們見到惡人心裡不要憎恨他 我們心裡說 我們心裡說 他是可憐的 他是淒涼的 他需要神去醫治的 這樣我們就有善了 因為呢 人心裡說 心裡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 如果我們口裡會講 批判的說話 會講 負面的說話 會看小人的說話 就是心裡所存的 就是負面 和批判 聖經講到 你怎樣論亂人 你就怎樣被論亂 你怎樣看人 你看人是祝福的 神就怎樣祝福你 你看人是批判的 神就批判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真是給神去回應 有我們心裡所存的善 既然這麼好 神會改變我們 神會提醒我們 那為甚麼人不被改變呢 原因在哪裏呢 困難在哪裏呢 不被主更新的原因 第一堅持己見 我對的 是他錯 他壞 所以我要生氣 這個堅持己見 現在我們有沒有堅持己見呢 裡面有的 立刻說 神幫我放手 他錯是他的問題 我們要不要拿屎上身 他有問題 我想要拿他這些不好的東西 上身 不需要 他的問題 他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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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爸爸有咒罵他 但是他信主之後 他知道 他不能夠再用憤怒對他 他要把他的憤怒放下 他憤怒他的問題 別人的問題 我們要放手 所以不要堅持 竟然說 他壞他壞 我們堅持說 我是罪人 我需要悔慨 然後被人影響 人壞我跟著壞 那些基督徒都說謊話 你看他們說什麼 說謊話 他講 是不是我跟著說 他做神喜歡的事 是不是我跟著做 當然不是 因為我跟著他做 我就會受害 我就會受影響 而且 堅持人的問題 是他壞 不是我壞 我們總有壞 總有壞 總有的 我們有沒有這個人 這裏有人是沒有壞的 我都有壞 我有很多壞 我感謝耶穌改變我 我有很多壞的地方 感謝耶穌改變我 我們可不可以一起說 耶穌我有很多壞的地方 我需要你赦免我 一起說 我有很多壞的地方 我需要你赦免我 我需要你改我 還有很多人為何不改變 與主疏遠 他經常看電視 經常講閒話 他可能找基督徒 不斷講來講 只是講些負面的事 這樣的時候 他沒有被主改變 他的思想 盡都是錢 女人 享受 買東西 盡都是這些 還有 不相信有人要交帳 我們真的有一天 我們世上一切的日子所做的 我們全部都要交帳 全部都要供出來 句句供出來 恐不恐怖 那你只是求主赦免 求主遮蓋 求主將你踐踏在地上 我以往發生的事 投在深海裏面 踏在腳下 讓我能夠釋放 脫離這些一切的以往 讓我真是活出主耶穌的樣式 真是我們將來真是要守本的 真是所有的東西都要供出來 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耶穌就說 你以前有很多不好的東西 現在改了很多 耶穌就會讚你 但有些人說 你從頭到尾都有這麼多不好的東西 到底你是不是有耶穌的生命 耶穌知道的 誰還有耶穌的生命 不過有些人是怎樣 有一點點神的工作在心中 有些人是緊緊的 差一點點已經不進天堂了 因為他被罪控制 他有少許 也有少許悔改 少許改了 一點點 還有很多還未改 不過他真是真心 信靠耶穌 真心有改 耶穌都拯救他 有些人說我做那個 那個僅僅得救 我還有很多世上的享受 還可以得救 其實這樣的人並不享受 他有很多痛苦 我希望大家 不要做一個這樣的基督徒 是做一個 生命是被主更生的 是不難的 因為每一次你改變 你都可以說 神現在欣賞我 神現在歡喜 因為我改變 神就開心 神就讚我 神就祝福我 好 另外的原因 就是聚性的影響 很少主的恩 被人影響 人際的問題 生命的問題 阻礙 和會阻礙天國 即是說 這個被主 對不起 這是後果 當他不被更生的後果 第一就是他的聚性 他的聚性影響他整天生命 他就很少主的恩 你經常都很煩躁 經常都不開心 他被人影響 他人際的關係也不好 他生命充滿問題 而最後是阻礙天國 你又收那個圖 你看到 耶穌要做的 他阻礙他 那你說他怎麼可以阻礙 他可以阻礙基督徒 他可以伴到基督徒 耶穌說 你伴到一個小子 不如把大磨石綁在你的頸 扔你到海 更好 耶穌很少這樣說話 但耶穌說 如果你伴到一個人 不如把大磨石綁在你的頸 扔你到胸口 都比你伴到人 好 所以我們知道 哇 原來這麼大件事 很多基督徒 阻礙天國 怎樣阻礙呢 和大英姊妹說一些負面的事情 令到他對教會負面 是否 他剛出了聲 他做的事 阻礙了神的天國 譬如有基督徒一起分享的時候 他就說一些負面的事情 那些人聽完之後 就跟著負面 他就阻礙這些人更新 或者教會想更新的時候 他就說 你們什麼不好 什麼不好 你又不理我 你又不關心我 是批判的說話 而不是去一起合作 怎樣建立教會 他就阻礙天國 我們會見過有些教會 開會有人吵架 這種是最明顯的 或者是對抗 教會要做什麼對抗 但有很多是私下做的 在人與人之間傳播閒話 說一些不好的事情 令到人心裡灰心 有時候有一句說話 都沒有用的 這句說話已經換到人了 因為他覺得 都沒有用 不如不要做了 那些人都沒有愛心 那就加強負面 當然有人沒有愛心 不過都有人有愛心 總有人有愛心 為什麼總是看那些沒有愛心的 看那些沒有愛心的 看那些沒有愛心的 心就會灰心 所以我們求子幫助我們 不要叛倒人 不要阻礙天國 阻礙天國擴展是大罪 這個圖書 救恩是神最偉大的工作 因為他將人 由地獄的火救出來 去到滿有神的恩典 將來去到天堂 是很大的恩典 好了 怎樣阻礙天國呢 沒有生命見證 生命是充滿苦毒 貪心自私傷害 叛倒人 令到人疏遠住了 離開住了 在教會產生問題 當我們跟這個人說過 那些人是衰 就產生問題了 當我聽到有人衰 我馬上去處理 我永遠不會將他傳播 我是來處理的 我希望大家聽到人衰 不要去傳播 一定是處理 你處理不到 你找教目幫你 找家長幫你 去處理這件事 永遠不是用半島的方法 永遠不是用拆 拆散的方法 永遠是建立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嗎 一定可以 只要你的心 神啊我要討好你的喜悅 還有有些人在教會產生問題 造成分裂 阻礙天國 天國擴展 天國要去幫更多人 去阻礙 他們都不關心 我都不關心 他們不做 我們去做 你看到我 我永遠不會停在那裡做事 我看到人 我又會跟他聊天 我又會關心 有些人說 你是牧師 我未做牧師都是這樣的 我一信耶穌 我覺得耶穌這麼好 我在教堂 我自己就特地早回來 我那時候在想 是不是個個都很清楚信耶穌 我就早回來 我就跟他們聊天 我發覺不是 我初來以為是個個都是 我回來發覺不是 我就特地早回來跟他們聊天 然後我就遲走跟他們聊天 聊到他們走了 有時我陪他們走一段路 我才回家 我特地回到教堂 我是去幫人 那時候我是初信的 我已經開始這樣做 那你說 我不是這樣的生命 這個生命就是你願意聽耶穌話 就是這個生命的 你願意聽耶穌話 神就改變你 好了 抗天就是阻礙神添落 最後有什麼後果 一起說 野神怒氣 你敢不敢野神怒氣 很大件事 你野法官的怒氣 可以很大件事 你野神怒氣更加嚴重 好了 那怎樣繼續給神去更新 和愛神的家呢 第一 這個經文我們讀了 就是聖靈感動 我們馬上回應 聖靈說 你祝福 你饒恕 你建立 你幫祂和好 我們就去做了 我們就沒有藉口 不要找藉口 祂是不改的 我初頭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們都說 祂不肯改 我就看看祂是否不肯改 祂不肯改 我們就一定要處理到底 祂肯改 就有機會 祂真的發覺是可以改的 真的內中有些人不肯改 那時候我們持續去幫祂 持續去幫祂給祂機會 直到有一天 祂真是光硬的時候 聖靈有講到 這樣的人是要看祂如外幫人 但依然希望祂有機會會改 好了 怎樣繼續呢 就是原來神在我們心裡做功 這個經文非常好的 《菲律比書》二章十三節 因為你們會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我要承認這些比例 原來聽耶穌說的人 他立心去做 和走出來 都是神在心裡運行的 為何我會來到這個教會 就想幫助這個教會呢 因為神感動我 神感動我 我就回應了 我就會立心 我立心之後 我不是只坐著立心 我坐著立心之後 我就會行動 但這個是神做功 我將榮耀歸給神 是神感動我 神多致感動我 做不同的事 《希宗德聖》這本書 是因為我關心一個宗派 我跟那個會長說 接著他看到我文件 他說 他立即傳給他們的教目 和文字部 立即決定 我將這本書印出來 是神預備的 不是我預備的 我也想 但是始終 最初都未得到這個機會 但是神又為我預備 是神在我心中感動 大家有沒有聖靈的感動 有感動你就回應 這樣呢 你的立志行事就是神改變了 但基督圖都可以被撒旦改變的 但基督圖叫耶穌不會被撒旦改變 就是撒旦 耶穌說撒旦退我後面去吧 那麼我們到底有多少被神改變 有多少被魔鬼改變呢 我希望大家是被神去改變 這樣的時候 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念心裡運行 說要成就神的美意 神的意思全部都是美好的 全部都是祝福的 好了 這裡有兩個圖 左邊我呢 是有些少神的意念 有很多人和魔鬼的意念 所以聖靈在祂的心裡 輕輕撒旦到祂而已 另一個就是 神是聖靈在祂裡面 居住長期的停留 第一個都有聖靈 不過呢 只是影響祂少 這個是聖靈大大的影響祂 祂的生命有很多神的意念 祂就會很多時候神感動祂 祂就會回應 祂的生命就會改變 祂都非常正面 好了 這樣的人會怎樣呢 是不是會牢牢吵吵呢 不是啊 那個改變會怎樣呢 馬太五章五節 溫柔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必成熟地好 他就不再是口發出子彈 有時候有些人的口 很多傷害的說話 很多負面說話 很多憤怒 然後就會以善性愛 好像這個男生 當是很多怒氣 但這個女生 依然跟他很友善 以善性樂 這個就是 溫柔 神給我們溫柔的心 你說我暫時沒有 那你就祈禱神賜給我溫柔的心 溫和的心 以善性樂 還有呢 神喜歡我們憐憫 我喜愛蓮詩 不喜愛祭祀 馬太十二章七節 你知道這個人是怎樣呢 忽略人 他自己就經常掛著手機帶 忽略了家人 忽略了周圍的人 這樣的時候是沒有憐憫的 其實我們看到有人在旁邊 我們就憐憫他 當我看到有人在教堂 沒有人理他 我的心就會掛心他 我覺得那些人好像站著我 不知做甚麼 我就掛著他 我就會走過去 但我發覺一件事 我在幾間教會 我叫過一些弟兄姊妹 我說你多點關心那些人 那他們做甚麼 歡迎你 然後坐下 跟那幾個好朋友聊過 那些人就不跟他聊過 我見過很多次 為甚麼會這樣呢 為甚麼 見到新人為甚麼不跟他聊天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他來到教堂是孤單的 還有有些人就算不是新 他靈命不是那麼強的 我們都去鼓勵他 那天每個人都很強 那你又可以欣賞他 鼓勵他和他建立關係 我們甚麼時間 都可以對任何人 做憐憫的工作 還有 施比仇更為有福 有些人就專注自己 經常說 你幫我先 我有很多問題 住位問題的人 永遠都有問題 但如果我們說 我們時時祝福人 我令人開心 自己都開心 神就喜悅 神是喜歡的 這個心態 永遠是連述 永遠是施比壽 更為有福 我們一起讀這個經文 六家六章三五節 你們都要愛仇的 也要善待他們 並要借給人 不只望上還 你們的賞賜 你們的賞賜 就必大了 你們也必作至高 借得而止 因為貪恩代 那忘恩的 我作惡的 就是我們學耶穌 愛仇敵 善待他們 對他們好 就算他們對我不好 我善待他們 借鄉人 不只望上還 這個不是說 借給那些賭徒 是借給那些 真的很困苦的人 很困難 他盡一切努力 都解決不了困難的神 我們見到他的困難 我們就去幫助他 然後 你們就必作至高者的兒子 因為神是一個恩代 那些忘恩和作惡 神是恩代這些人的 所以你恩代這些人 你就是他的兒子 他的兒女 神就喜悅了 神就祝福你 大家可不可以這樣 時事恩代人 總是恩代人 你恩代人 神在天上就拍掌了 就會歡喜 他說 這個真是聽我說的人 跟耶穌說 人接待你們 就是接待誰 接待耶穌 接待耶穌 就是接待誰 這個人就是在耶穌身上 這個人身上 就是在耶穌身上 這個人身上 就是在耶穌身上 這個人身上 有什麼教導 我一起讀一下 主受諾我門枕 有恩代弟兄 善代弟兄 善代弟兄是善代主 善代弟兄 善代弟兄 善代弟兄就是善代主 對人的心態和態度 也被主看重 這個在說什麼 第一 原來我們怎樣對弟兄 主耶穌受諾 第二 善代弟兄 原來就是善代主 耶穌就說 你做了很多好事 在我身上 但惡代弟兄 批判他 說他的閒話 就是惡代耶穌 耶穌說 你惡代我很多次 而我們對人 不只是行為 而是心態和態度 心態是什麼呢 我總是想祝福人 我總是想幫人 態度是柔和謙卑 不是牢牢吵吵 猛猛猛 激氣 而是柔和謙卑 這種心態是神歡喜 其實難不難 耶穌對我這麼好 我對人都是善代的 行不行 其實可以 你不行 你就求主幫你 耶穌就很歡喜 你求主幫你 耶穌就很歡喜 在這個世界有五十個國家 很強烈被迫霸的國家 因為他信耶穌 有時我看了這些影片 我心裡很傷心 我會有一次講到 將來會講這件事 不過這只是給大家看一看 有這麼多國家 大家看到紅色 他們是最嚴重 然後到橙色 然後到黃色 這些都是很嚴重 迫霸的國家 他們有些被人燒死傷害 有些國家 基督徒區是怎樣呢 是沒有污水 排污水的 那些很臭的水 在那裡積聚了 是沒有水喉水 他們要去很遠路 去買水 拿回來家裡才有水 他們是沒有電 他們要用那些發電機 他們自己要做發電機 或者要用其他方法去買電 才有電的 是很不公平對待 在他國家所信的信仰的人 就有法律的保護 而那些信耶穌的人 是沒有法律的保護 當有另外的人侵犯他的時候 他是永遠都是敗訴的 他永遠都是被人敗訴 並且被人陷害 還有這樣的 被人強姦 你不找到有足夠的證人 就是你犯家人 你犯家人 你要被強姦 你犯家人 判死刑 都有這樣的法律 這個世界有很多不公平 很多基督徒被迫白 答案是什麼呢 我們基督徒要站穩 我們這個教會要站穩 我們這個教會可以做一個很大的分別 如果我們真的同心合意 去影響香港 影響更多人去宣教 更多人或支持宣教 去幫助更多人 我們可以做一個分別 但是如果基督徒經常轉目 在他壞 我又生氣他 我們就無力 魔鬼就開心 就拍照 我今天鼓勵大家 可不可以 我們開始 真的建立這個教會 同心合意被神去改變 心以今生而改變 被神去改變 去察驗神的善良 順全可氣的旨意 去祝福這個教會 祝福周圍的人 祝福香港 祝福全世界 讓我們能夠為主發光 而不是說 我逃避 去哪裏安全 我就去哪裏 我逃避這些困難 或者你幫我 很多人就注目這些 但是我們希望大家 你注目在神的事 怎樣去祝福香港 祝福不同的地方 神就起源 當我這本書 整好之後 我又再出去 又去宣教 因為其實很多地方都邀請我去 是很多地方都需要 希望我們大家都能夠 同心合意 建立這個教會 好嗎 好 我們一起 我願意 我願意建立這個教會 我靠主建立這個教會 我衝破一切人際的問題 可不可以 好 我們首先 有短短的一首詩歌 唱完一首詩歌之後 在神面前悔改 求主赦臉 求主耶穌圖 求主耶穌圖造我們的生命 人生與你內奔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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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